航空工业公司生产 飞机于24号晚上8点51分 从哈尔滨飞机发生断裂时 有部分人员被甩出 补护车20步 消防车20步 解放军 公安 消防 武警部队 1000多人在现场维持秩序 只飞21点36分 在接近一春机场跑道时失事 失事飞机所属的河南航空彭航空 2009年更名河南航空 是深圳航空的一家子公司 事发后河南航空公司的合营股东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 成立了相应的工作组 全力帮助河南航空处理相关善后事宜 截至记者发稿时 机上96人 有54人获救 全部转移至当地医院 伤者多 在一春工作的黑龙江城博士后科技型 医疗服务团的九名医学博士 也立即投入到救治当中 截至25号凌晨1点45分 据说昨天晚上是有雾 天气的雾很大 而且从我们现场能够看到的情况来看 这个飞机并没有在机场里 实际上是什么 的地方派人